寄给我就好了 好 请说 很多的身心伤害者都必须一辈子仰赖家人的照顾 或者是家人不在的时候就被送去机构 我们觉得这是社会跟政府的问题 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社会参与 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在社会生活 而把我们隔离在家里跟机构里面 这是不应该跟没有人权的一个不健全的制度 所以今天我们走出家门 套卫我们的权益 希望大家都能够跟一般人一样在社会里面生活 我们是被关在家里一辈子 不是在社会里面 我们必须在社会里面生活跟大家一样 可是我不懂 我们不是有身心障碍就业法吗 你们可以去找工作不是吗 有很多的身心障碍朋友 连学校都进不去 连国小都没有办法去念 他必须要家人陪同 家人要工作根本没有办法 跟谈何不用谈到工作 有了工作 他也希望你能够生活治理才来工作 有太多的身心障碍者需要能力支持 这些人都被社会隔绝 被关在家里跟机构里面 那如果他生活不能治理 他怎么去工作呢 所以我们要求有个人助理的制度 今年内科部已经成立 整理生活支持服务 但是支持度非常的不足 一个月只有60个小时 一天两个小时 想我们如何活下去 一天只有两个小时 如果一天只有两个小时 怎么去工作呢 对 所以制度的不健全 逼得我们必须一辈子关在家里 可是我们觉得如果制度健全 我们一样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在社区生活 哦 这样 嗯 了解 今天有多少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今天差不多有100到150位 北中南的三丈朋友 又有花莲来的 北中南啊 对 你可以看一下旗子 有高雄有桃园 还有我们全一的海南还有花莲 我要自立 了解了解 无自由 无自由 无能使 无能使 我不要关在家里 我不要关在家里 我要社会参与 我要社会参与 没有我们的参与 没有我们的参与 不要替我们做决定 不要替我们做决定 制度不健全 制度不健全 没有制度权 没有制度权 生活要制度 生活要制度 制度先给足 制度不健全 制度不健全 没有制度权 没有制度权 不好意思 我还要问一下 所谓的制度没有给足 那多少才算给足呢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天24小时都有班次的人力支持 所以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在国外是24小时都有 韩国 所以我们最近韩国的朋友 都有一天最高一个月400多个小时 我们只有60个小时 哦 这样 那日本都不用说了 他们一天24小时 动动障碍者 即使弃切的朋友 都可以在社区生活 在怎么样生活 弃切了以后 怎么样在社区生活 他的协助者一样可以 帮他抽筒 他一样租房子在外面 他一样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 吃他想吃的 你的意思是说24小时的 他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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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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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了解 了解 好 谢谢你 谢谢你